各位朋友早安 今天我会做一个特别的工作 就是给无花果打针 今天就是因为我们这段时间 天气不是很顺利 所以我就是要给这些无花果做一些 极小的动作 其实我们这次的无花果很多 这些已经开始长出新的分叉枝条了 这次我除草完毕之后 我就会伤肥了 我看这边还有些 这些我准备做一些盆栽 我会换大盆 现在我们会去跟中国打针的工作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打针呢? 因为其实当我们做高压的时候很多 高压尺条很长时间没有长根 然后里面土已经干掉 我们就是要补充水 然后因为下面已经绑珠 没办法水没办法沉透进去 所以我们就是要使用这个针头来 针头 然后有清水 或者一般的薪水 或者薪水架上一些 养分 然后我们直接供水到里面 但是我们使用这个 但是我们使用这个 这个最好的哦 好 踩到里面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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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观察的哈 哪一个哈 里面就是干掉 我们就是补充 没有干掉哈 就不要了 好 好 吸湿哈 那么 谢谢 那么 好 好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工作还是花费一定的时间 很像 这里了 其实我们这样打针的工作 我们可以完全使用清水 或者清水加上一点生根基 会树花这个长根的速度 你们也是让我们切花费 灵与点栏目 就是平均的 露花费 那也就是 年的 剩下的 写花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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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